可以看出佛陀很是器重武士 据高僧传《佛陀传》记载 佛陀一日在陆氏见沙门会光 年方十二 在狭窄的井栏杆上反踢剑子一类的游戏 要有一定的功夫和胆量 否则失足落井不堪设想 佛陀收他为徒 不是看重他的学识才华 而是看重他世系有功 道业也应无谓 既对这类危险的游戏都能练得精通 修习佛法一定容易明白 把习佛与吴勇联系在一起 佛陀所收另一名弟子是僧仇 他应是少林寺最早的武艺高强的武僧之一 唐代《朝野奸载》详细记载其习武故事 仇禅师幼年入寺当和尚时 同伴们常互相角力斗权为戏 僧仇因体质弱小经常受辱 于是他抱着大殿金刚神像双腿祈求神助 这样祈求了六天 僧仇武艺气力倍增 同列势引其臂 筋骨强劲 戴飞人也 方经仪 禅师曰 武为辱适之 阴入殿中 横踏必行 自西至东 飞树百步 又乐手至于梁树寺 乃隐重千军 其全节骁勇 动爱勿听 先轻武者 扶扶流汗 莫敢仰视 这当然是神话 但神话中 亦曲折反映一些现实 从侧面表明 少林四僧 在少林剑寺初期 既有习武活动 少林首任主持佛陀之徒 既武艺非凡 可知少林武功的发端 始于剑寺之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古籍记载 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人 菩提达摩 于梁代普通元年 自印度来华 宣扬佛法 后渡江至位 指松山少林子 面壁九年 梁大通二年元祭 葬雄尔山 后世据此传说 少林武术为达摩所传 达摩在少林传授 易经经 喜随经 为少林武功之祖 随唐时期 民间上午之风浓厚 随末少林四僧 驻唐王李世民击败王世冲 便是突出力政 这就是民间所谓 十三棍生救唐王的传说 李世民率军 向洛阳讨伐王世冲时 王世冲在距少林寺五十里 属少林寺屯地之白骨铸成 令其职王仁泽聚首 少林四僧配合李世民大军 击溃王世冲军 谭宗 智操 惠阳等十三人秦桌王仁泽 献服于李世民立下战功 后来 谭宗和尚被封为大将军 其他僧人不愿受官 均赐紫花袈裟 又赐少林寺第四十寝 扎碾一聚 少林寺从此以武功闻名于世 唐开元十六年七月 注文并首书《少林寺碑》 详继的少林僧驻唐立功 肆意无险的史诗 两晋南北朝时期 棍棒不是战场主要兵器 在某种特殊场合 棍棒似更为方便 特别是在短兵相接的快速决战中 以棒打击似更便捷 晋宣帝也曾叫守卫的士兵 每人准备一根短棍 用绳挂在臂间 短兵相接时可以击人 当时棍法技术以发展较为成熟 少林武术上棍 与这一时期棍术的运用与发展 有一定联系 《少林棍法》有神传这说 既所谓锦纳罗王显明 以棍退红金军的故事 但实际上 《少林棍法》远出民间 于大游当年这样写道 家境中 他奉命南征路过少林寺 四僧赴其既之经者 即出现成之 与告其住持小山上人约 此次已建计明天下 乃传久而讹 真觉皆师也 于是他挟其僧之 少有勇者二人 一名宗秦 一名普从 随往南征 三年之间 纯纯是之 都得其真觉 后来 于大游又将其棍法 专注建经 授与宗敬 宗秦回寺 以建觉禅界 广传四僧 众僧所得 最深者尽百人 于大游所教的是 金楚常见棍法 金楚常见棍法 传于少林寺僧之后 金楚常见棍法 自然融入 而形成了少林棍法 明末 少林寺几经战火 闭环停空 清军入主中原后 出于借助中原文化 加强统治的需要 修复寺庙 礼佛重禅 顺治八年和康熙二十四年 地方官曾再度修整少林寺 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三年 为山门提写了少林寺匾 还提写了宝树方连寺字 悬于大雄宝殿内 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 亲批玉址重修少林寺 扩大了少林寺的建筑规模 乾隆帝于乾隆十五年 亲临少林寺 叶宿方丈室 并赴师两首 此后 嘉庆和道光年间 均有修建 清代历朝统治者 对少林寺的庇护 虽没有名言倡导武术 起码对四僧传习武术 是宽容的 少林泉发展至清代 参戎禅礼 兼修气功 少林传人称 清军入关 少林泉乃参政禅机 祭真上成 于是时有内外交修之指 身心两修之功 当时 少林寺将一经经 八段锦和分形内外功等 作为内功进行锻炼 并集为内功徒 王祖元 曾于咸丰时 在少林寺 得所传内功徒 和枪棒谱 由此 少林泉 开始从重链外纲 主于伯仁 向全禅一体 见外娇羞演进 少林武术 少林武术 历史悠久 渊源流长 内容丰富 遍及面广 国内外九复盛名 在人们心目中 有着崇高的地位 少林武术假天下 天下武功出少林 就是人们对少林武术的 美好赞誉 光照四表的少林武术文化 是中西民族文化 相互交融的典型产物 它对世人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国际上 它几乎成了 国家功夫的代名词 是中国人 值得骄傲的 民族文化品牌 中西民族文化 中西民族文化 少林功夫是通过中国武术 得以具体表现 成为中国武术文化 最有力的象征 中国武术 是中国古代人民 在历代战争活动中 以生命为代价 积累起来的 以攻防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 以套路为基本单位 并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 逐步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 因而 中国武术 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的国粹 其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 中国古代思想 少林功夫 是中国传统佛教文化 最为通俗 传播最广的表现形式之一 从表现形式看 少林功夫 是一个庞大的武术体系 是中国武术各个流派中 历史悠久 门内最多 体系最大的一个门派 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全谱记载 少林功夫套路 现在有708套 其中 拳术和器械套路为552套 另外 72绝技 琴拿 格斗 械 逐步形成 点穴 气功等各类功法 为156套 现在 少林寺内流传下来 和重新收集的少林功夫套路统计 拳术 178套 器械 193套 对链 59套 其他 115套 合计 545套 由于 少林功夫 是与少林寺特殊的佛教文化环境 特殊的1500年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 少林功夫 与中国武术的其他流派 有着很大的区别 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少林寺由于拥有较大的地产 寺院积累了一定的财产 为了保卫寺院财产安全 少林寺 支持在隋朝 已经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少林寺位于嵩山山中 主要危险来自于山匪抢劫 少林寺武装力量 主要针对山匪而建立 武装规模不大 所以 其战斗方式 与官方部队大规模阵战不同 随着大陆向省外移民 另一方面 随着少林功夫 不断地被文学化演绎化 以及现代影视等媒体传播 少林功夫 已经从一个寺院的看家绝活 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民俗文化 尤其在当代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 在多元文化格局背景下 中国加入WTO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扩大 少林功夫 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最通俗的表述 成为跨民族 跨国界甚至跨信仰的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支点 在世界范围内 形成了独特的少林功夫文化大社区 发挥着独特的文化功能 优优独特的文化 天下功夫出少林 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南北少林之称 北少林寺 建于公元四百九十年 在河南登峰县的松山 名闻天下 世人皆知 南少林寺 建于公元六百二十九年 却早已经淹没 似乎销声匿迹 近世以来 学者苦心探索 因为没有能够找到遗址 众说纷纭 莫重一事 1993年六月 经过中国学者苦心探索 在福建省福清市 东张镇少林村 找到了南少林寺的遗址 国家文物局考古队 对遗址进行考察发掘 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及史证 是少林寺 使少林寺遗址得到科学的验证 这一争论多年的历史悬案 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 纯西九年 即公元1182年 宋朝壮远 全州人梁克家 在传修的三山志福清县四贯类记载 东林院 新宁礼 少林院 同礼 明朝近史黄仲昭 编撰的《八敏通志》也记载 福清有众多寺院 方乐寺 东林寺 后堂寺 龙西寺 昭福寺 龙居寺 少林寺 大建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